哈囉我是阿滴 開始了嗎? 哈囉我是大千 我們現在兩個都在一個 有點心累的狀況 我們剛剛學完學測國文 還沒看得很 casual 的頻道看 然後我們緊接著現在呢 就是要馬上來考我們的英文考科 那這一次的話 我選擇死亡 這一次的話邀請到大千 跟我們一起來做 D妹的 想... D妹去哪裡了? 想說每次都是我跟D妹做 好像都沒有錯太多題目 就沒有太有趣 沒有人可以羞辱是不是 就是沒有教育意義 我們還是追求一個 大家不要像這個智障一樣喔 大千我相信你的英文能力 你先不要講這個 你要先貶低我 然後最後考察有一點點OK 大家就會覺得說 原來他沒有像阿滴講那麼笨嘛 英文不好怎麼了嗎? 你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沒有意見 來考啊來考欸 你現在講一個小時是不是? 今天呢我們這一篇 我看新聞聽說是比較簡單 哦 比較簡單 現在有 好啦如果考察的話 實際上我實際上是不是 很棒 一直讓你沒有彈階下 一直讓你沒有彈階下 你選擇題而已嘛 選擇題而已 單選五十六題一個小時 單選五十六題一個小時 可以啦因為閱讀車也蠻強的 一題一分鐘的概念 好好 好那我們寫完之後再 來跟大家檢討一下考卷 Let's a wrap I'll catch your game next time See ya 已經結束了嗎? 好我們現在開始囉 開始開始 好的我們現在有個突發狀況 就是我的考卷寫完了 然後剛剛這個手機一直在這邊 在拍鎖匙 但是我來看它的時候 它就當機了 所以我們中間鎖匙都不見了 那接下來就大謙繼續寫完 還剩 還有四十分鐘 大謙繼續寫完之後 我們再來檢討考卷 好的大謙他寫完了 現在時間還剩下 大概二十分鐘 我們現在在吃阿滴煮的 非常窮酸的一個概念 什麼窮酸 欸我好清楚耶 青菜跟蛋 剛剛我在 至少加顆蛋吧 剛剛我在寫考卷的時候 他肚子一直在那邊叫 一直叫 然後可以幫他煮個麵 所以我們現在 他剛剛一直炒我 他剛剛一直炒到我 先來吃麵 我們吃完麵之後 再來檢討考卷吧 我們去一邊吃一邊檢討啊 先吃一邊檢討也可以啊 好 好所以你覺得難嗎 簡單 簡單喔 今年的我覺得跟去年比起來 真的是比較簡單 就是沒有那種 我會想要回去檢查 或是看兩次的東西 一切的答案都很明確 而且它的命題還蠻生活化的 你看文章是覺得有趣的 因為你對於那文章是好奇的 不會只是為了考試而讀的 甚至那個綜合測驗的第一個題組 他居然是在講語言節 你看到就覺得 喔很有感覺 該不會是被你影響了吧 欸是嗎不是吧 要不要喝汽水 有 要不要喝茶 我應該說喝水就好 好 像你閱讀測驗也覺得讀不完嘛 你這樣做下來時間很充裕耶 對啊 因為你結束之後還有 28分鐘 20分 將近20分鐘 所以你只花了 40分鐘就寫完了 好 吃完了 我們吃飽了之後 有在有在錄嗎 有在錄嗎 有在錄嗎 好我剛剛很chill耶 好 他要來對找案 我覺得如果你錯的話真的是 欸 第五題就不一樣耶 靠腰 滴滴豬鼻 我想要收回我剛剛說這個考驗很賊但那個時候 滴滴豬鼻 滴豬鼻 滴滴 齁 欸我 我錯一題耶 我為什麼會錯一題 傻眼 還好我錯的都是扣1分的 嗯 沒有沒有你有錯一題是扣2分 認真 那個啊閱讀測驗 你原本對的你把它改成錯的答案 這裡啊 這是扣2分 扣7分 這樣我是扣1分嗎 好丟臉喔 所以我71 你是多少 扣7分是 65 65 還好啦65很高耶 65應該有14 14幾分 有嗎 有我覺得65應該1314 我會忘記我當年搞多少了 好啦那我們來檢查你錯的題目吧 欸第五題我以為involved可以有納入的意思耶 第五題 many people were happy that finally involved 呃不行 不行嗎 對 included included可以 但是declare啊 宣布啊 declare一個是 它是 它是明顯的 它是巨型乖乖的 對啊 final declared 它是一個明顯的正確答案 b 喔好棒啊 我覺得這邊唯一一個 比較困難的單字 是 那個 vividly 你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vividly 就鮮明啊 我覺得只有這一個是 這一整頁裡面 有啊我記得我背小單字本的時候 我背到這單字 其實7題 啊你你搞什麼 其實你我寫錯了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對啦 是要過去式啦 沒有我這看到A我就直接選了 我沒有往後看 好不好 這是我 這要過去式啦 這要過去式啦 因為你前面你看喔 它是在講過去的事情 POPE 這邊主詞 然後ORDER 這邊它是命令嘛 ED 過去那段時間 這一群人做的這件事情 讓大家覺得 你是白癡 因為你4月1號還在慶祝新年 沒有 好那如果假設 現在還是有人在慶祝這個 這個就是新年的話 這個可以當成一個事實嗎 我思考一下 Many people either refusing to accept me or not 也是不行 因為他這邊要看主詞是誰 他這邊主詞是 Many people 他是專門指 當代的那些人 所以這個 這題我錯得非常的不應該 這題答案是D 就是沒有什麼好說的 我就是寫錯了 那再來 是不是stams from stams from stams 是那個 從那邊過來的 對從這邊過來 stams 是叫樹幹 然後樹幹 stem 然後樹枝是branches 這裡有兩個片語 一個是stem from 就是說它由這個樹幹而來 另外一個是branch out 就是說它 一樣意思啦 就是樹枝出去 就是某個東西從哪裡而來的意思 我19題答錯耶 19題 喔 go to great lengths 那個是一個片語 就是說它會 為了這件事情 不擇手段的意思 這個有列在什麼高中 什麼必學的片語裡面嗎 我覺得它是 因為我真的好像真的沒有看過 它是常用的片語啦 但是的確是蠻 蠻難的 我覺得如果以學者來說的話 其實你的 答對的題數跟滴妹差不多耶 真的假的 真的滴妹每次做的時候 也差不多是錯這個題數 滴妹怎麼了 加油好嗎 好再來 27 欸你這裡錯很多耶 27好 對27這個蠻困難的 這個是一個文法題 它這裡講dad的意思是說呢 前面的size 它就是 這個that是一個代名詞 取代前面這個the size 所以它完整的翻譯成 白話應該是 the size of the food they are about to eat is magnified while the size of their hand remains normal 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邊that其實是一個代名詞 在代前面的 對大小 然後再來 30題 30題這個 我也想了一下 因為這邊啊 我光是看的時候 我原本以為它在講的那個flavor啊 是口味的flavor 對啊 但是這個flavor它同時也可以是味道 聞的味道的flavor 你說它這個食物會釋放 對 這個人喜歡的味道 沒錯 往下看你看到後面有一個關鍵字是smell we're fooled by the smell 是被這個味道 是聞的 嗅覺的味道 既然是聞的味道的話 那就是釋放出來 release 然後再來呢 你唯一有錯的一題是 我有選起來什麼是classified classification 好class是什麼 分類喔 對沒錯 你就猜出來了 講的這些圖騰 都是用它的功能來去分類的嘛 所以答案就是d 你唯一一題錯的是 51題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mentioned as a feature that would trigger earworms 這個文章 等一下我們先講這個 這個文章是在講那個洗腦的旋律 他說什麼東西不會產生洗腦旋律 所以我們看到ac跟d 都有在文章裡面提到說 可是我剛剛沒有看到a 所以我想要選a a喔 a有嗎 ok好我們來找 tunes repeatedly encountered 這一邊是在 然後c的話呢fragments of song 在最前面這一邊 然後d呢 word similar to the lyrics of a song 嗯 b絕對不可能 b是完全沒出現 加上b裡面它有個反例 他說是upbeat melody 所以upbeat跟smooth是反譯嗎 是反譯 upbeat是很輕快的 smooth是柔順 還算可以接收啦 這也沒有多笨啦 好不好 對啊鏡頭前面很多 考得比我低的同學 他們聽到這段話 他們作何改講 我覺得65分已經很棒了 你們很棒 對很棒很棒很棒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的作文題目啊 嗯 它的題目是那個 是什麼 愛的旋律 台灣最讓你感到驕傲的是什麼 對蠻有趣的 談台灣最讓你引引為傲的 兩個面向或事物 如果有今年學測的考生的話 你在這一題的答案 你是用什麼主題來寫 我還蠻有興趣知道的 把你們作文的主題放在 影片留言區裡面 那就完成囉 我覺得這樣算順利吧 順利啊 如果覺得我們在這邊考得太順利 覺得不太好看的話 那可以去看 考國人那一篇 覺得有點丟臉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囉 記得每個禮拜一晚上九點 會有新影片 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漏掉任何一集囉 and that's a wrap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see ya 快樂 新年快樂 新年喜樂 掰掰 欸我做一題耶 好好好 完了 你要發這部影片嗎 哈哈哈哈